七堵大华侨光明路附近台铁办公大楼对面 这一大片草地属于国有财产属土地 就是经过内政部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评估 确定成为基隆市第一座 将规划有450户社会住宅光明安居的基地 预定2027年完工 基隆市议会非常关心 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听取基隆市政府都发出 以及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规划报告 并且放映台北市和台中市规划的社会宅影片辅助报告 我们也可以把具有能力跟未来性的青年吸引进来 然后让这个七堵会有这个转型 里面有新的一个转型的这个疫情 450户的光明安居社会宅建案 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统筹办理 预估经费需要23亿2870万元 才统包方式新建 总经费现在预估是23亿多元 然后是才统包方式来做这样的工程 所谓统包就是规划设计工程 就一并去发报去做 由国家住宅办理这个统包的方式 然后整个都是由国家住宅来做 我身为七堵 我真的是沾上这个光 第一个案子来到这边 过时时竟然是在七堵这块 刚刚你介绍的这个基地 社会住宅不要让它跟国宅一样 通常给人家的很刻板的印象 那一栋就是国宅 四字方方的 然后品质不是很好的 会漏水的那些 那个就叫做国宅 这个以后我们跟着社会再改变 社会住宅盖出来就像一般建商 盖出来它的周遭的景观环境 可能应该都会跟得上时代才对的 那其实大家都会问就是 国宅跟社会住宅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因为以前国宅是那个石油产权 那因为现在社会住宅是由 就是政府这边统一经营管理 所以说它在管理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绝对的掌控权 比如说它开放空间 我们会像像一般的豪宅一样 都会请物业管理公司来做维护 那针对住户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像是房东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住户规章 说住户要遵守一些 就是开放空间的一些原则 你不能破坏环境 不能造成对其他人的影响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就是 不守规矩的住户 我们是有权利请他离开的 所以说在那个公共空间的 那个就是品质 还有维护上面的话 这个是跟以前国宅是最大的 不同的地方 然后它也会维持得非常好 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将规划一房两房和三房 第一楼层有托育和商业机能 其中保留40%给弱势户乘租 其他开放一般民众申请 由于基隆首座社会宅 距离七堵火车站车程 只要三分钟 距离国道一号扎道车程十分钟 又临近七堵驱公所 铁道公园 以及七堵国小 机能上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进一步